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边就是深宅大院 它如果说是大宅 就是比如说我们前后五进 每一进的地平就是节节高 从功能上来它也是排水采光 然后它的立面表现形成 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粉墙带挖 那么这个也是跟它的气候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这里湿度比较高 那么所以这个白色给人一个冷静 灰瓦也是一个冷色系 那么所以很清爽 我们同意的河多桥多 房子都建在这个河边的 船可以开到家门口 我们古镇同意的房子都比较门面比较小的 走进去那就不对了 就是众生比较深 然后一进一进的话 有这个江南的氛围的 下面是店铺 上面是居住 或者是前面是店铺 后面是居住 也就是商住两用功能 沿街的店面 它的开键小近深长 它后面有储存 办公的交易都放在后面 前面就是个门面 大载多呢 它有的是一路九进 前三进呢 对外第三季的政庭 是接待重要宾客的 我们同意呢 就是一个带一个带 集中了一个信 慢慢地繁衍生息 就是发展一直到现在嘛 小爷爷小奶奶我们来了 哇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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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乐观的 来来来 谢谢 现在很多人都搬出古镇了 住到了商品房去了 可我还舍不得我的老家园 这才是我的家